這個牛王丸和護骨酒的安排 很多朋友說反應熱烈 四海哥介紹 其實要這麼說 對於這一種藥 我沒有什麼認知 我不是社博士 是四海哥介紹 但是四海哥是我老友 他可以介紹 我當然相信他 其二 其實除了四海哥的母親之外 我們四孕界也有一個朋友 三十多歲就中了風 用我這一種藥之後的確是康復得很好 上個禮拜就說過了 我是不能夠肯定究竟是因為年輕 中風意志堅定 康復得好 還是吃了這粒東西好 是不會知道的 但無論如何 我很多謝大家 大家對我的信任 反應是非常熱烈的 是要認購這件事 我再說一次 認購這件事 我暫時沒有放在網站上 因為關於一些法律的關係 我們諮詢的律師 在我未找到一些ingredient 或者各樣的註冊之外後之前 我是不適宜 被勸喻不適宜公開購買的 但如果想購買的 麻煩你WhatsApp我 簡單來說 我也希望你們在購買之後 全部要訂購的 因為你們買多少 我才會和四海哥拿多少 甚至乎四海哥才會和他的招先 外交人員拿多少 即是說完都可以 那天他自己說 那麼 你WhatsApp我66982429之後 我貨到我會通知大家來拿 很簡單 那就不會再在我們的網站暫時 還未能購買 這是牛皇院和胡骨酒的安排 我想說一下胡骨酒 那天星期五 我喝了這麼少杯 我要說的是真實的東西 然後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日 我才會這樣說 當然我現在專門移動那個位置 即是專門移動那個位置 即是專門移動那個位置 你明白我的意思 但如果不是我是沒有冤 而最特別的就是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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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早上 當我起床的時候 我感覺到我心裡的一團火 是飛騰上那麼熱騰騰的 哇 為什麼 因為它這樣 是硬的 你按下去 那就是什麼 我才知道 好了 我結果要怎樣 射到嘴巴 不是 我結果要打開 我的棋缸 我家裡有棋缸 直接摸在我的棋缸上 這樣比較容易 拋物線來 摸 摸完用花扇 摸回棋缸 因為我和兒子 我和兒子 經常在棋缸裡摸 我老婆罵到我們死 為什麼呢 有時候我在廁所 在廁所打機 看書 我兒子有時候會敲門進來 那便敲門進來 那便敲門進來 就是阿棋缸 小時候兩、三歲 但是到現在六、七歲 都是這樣的 變成我去阿棋缸 我沒有阿棋缸 就是用水牛肥 我那個東西是硬得這樣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 一定不是說補糞 凡心這些東西 一定是跟你行氣活血了 於是你便硬了 而本身啤梨缸已經很厲害 所以反而我現在考慮 我是否要長期喝 那樣的喝法就不行了 那500元 這是護骨酒 另外牛王丸 就是1200元一套 喂 這一粒同仁堂的七舊水 我有六粒 安供牛王丸 加上十粒 十粒裝的 安心牛王 牛王安心丸 我都不太記得了 那一套 我覺得那真的很便宜 哇 你也會在買嗎 你會承受一下